自古以來,靈媒比比皆時 靈異事件,塵出不窮 極具創意,HK026 帶你進入神秘的科學領域 大家好,我是阿Kym 歡迎大家收看香港026 第28集《屍油製造法》 提起屍油,很多人都不會覺得是陌生的事物 究竟屍油是怎樣製作呢? 我看到一些資料,他就這樣說 他說屍油基本上是一個屍體的下巴取人的油 製自24小時後,把油倒進小棺材裡 21天後再加以不同的咒語 就可以把屍油令到他人、受屍者 自願地付出金錢和身體 所謂,有所謂現在經常聽到的愛情降油 他就分別加入了對方的衣物、指甲、頭髮 身體的毛髮、八字、地址 再加上相片 無論是屍油也好,愛情降油也好 將它塗在對方的身體上 又或者是放在對方的食物或飲品裡 都可以令到對方付出一些受屍者想要的東西 其實想真的一樣東西 其實對方當他們飲了這些東西 或者吃了這些東西之後 他第一個反應就會說 有一些頭和骨頭會頭暈 會覺得想吐、會發麻 還有一件事就是有一種叫升降 升降會令人產生一種叫幻聽幻覺 是完全靠受屍降者和鬼差影響人 令人出現精神分裂的現象 但大家其實有沒有想清楚一件事就是 很多時候因為這種升降 其實有可能是因為壓力太大 而觸發到人體某種基因的轉變 出現了一些思覺失調 甚至乎精神分裂的狀態 這個也是坊間一般人所說的 這集的026其實最主要就是想說 說回落降者和施降者 他們所需要的準備的工序和過程 如果就著有關這些話題 其實在我們接下來的026裡面 我們更加會遠至去到亞洲 一大地方進行這方面的拍攝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希望繼續支持香港026 多謝各位 拜拜